Tiffenny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我在TIFENY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剛來的時候我就很常走這個樓梯去8樓 我在10樓 因為IT部門的人好像都在8樓 所以我要灌程式我就很常走到8樓 走到8樓去給他們用 有一次我就這樣按電梯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就有人按九樓 結果我就不知道 我平常都按八樓我就直接走出去 像這樣 然後我就走出去 我就走到九樓的這個公司 不知道從這個門走進去 裡面的人都在看我 這時候就有一個人問我說 欸你要幹嘛 我就說我要找IT 他們就說蛤什麼 然後這時候我才發現我走錯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沒事沒事 我就趕快從那個公司走出來 這就是我在Tiffany遇到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今天我要來分享一個 在公司最讓我難忘的事情 然後就是那時候剛建公司嘛 然後我辦公室在十樓 然後就是要用那個卡才能刷進去 所以就是有時候上班上台半 我要出去上廁所的時候啊 然後通常都會直接走出去嘛 就是比如說上班時間的時候 然後 六點之後那個門就會關起來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是大概借在 可能 五點五十八分之類吧 反正我就走出去 然後要上廁所 然後呢 上廁所上一上 我就沒有帶那張卡 然後結果呢 我走出去那個門是開的 然後結果 上完廁所回來 那個門就關起來了 然後結果 我覺得 我也沒帶手機 我就想上廁所回來就回來 然後結果 我覺得外面等了大概 可能 二十分鐘都沒有人出來 然後在那邊像個白癡這樣等 然後從此以後 就是 我出那個門 我就會記得帶卡這樣子 大家好我是Johnson 這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我怎麼樣都聯絡不到一個中國RD的故事 之前有一次我的工作是要聯絡到一個中國RD 並且收到他的回覆 那一次我一開始先用了郵件寄信給他 也用了Teams去找他 就傳訊息給他 但過了一兩天都還是沒有收到回覆 然後那時候就跑去問我主管說 那這樣我要怎麼樣才能聯絡到這個RD 然後主管就跟我說 有很多中國RD 每天都在工廠之間跑來跑去 所以他們可能沒有辦法走下來收信 那你可能用他們常用的微信 會比較容易找到他 所以我心想 好 那我就用微信去嫁他們好友 但結果又過了一兩天 他微信還是沒有接受我 他有邀請我還是沒找到他 然後我就再去問我主管說 那這樣我微信也沒找到他 那我應該怎麼說 結果 我主管就回我說 那你再回去去用郵件 寄信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接受我的好友邀請 然後這時候會欣賞 那這樣的話 結果最後還是回到一開始的方法 超級好笑 故事就到這裡 我在Tiffany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應該是剛進公司的時候 不是都有發工作證嗎 所以你搭電梯的時候要刷 然後進辦公室才要再刷一次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才 開始上班第三點裡 然後我原本平常都會出門的時候 會把門禁卡掛在口袋裡面 就是用那個上面的小哥哥 然後卡在口袋的最上面那邊 然後我就正常出門了吧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都弄掉了 反正我那天就是進了電梯之後發現 欸我沒有卡可以刷 然後因為我們平常是有彈性上下班的嘛 所以我其實都不是整點九點就會到公室 我都是差不多九點二十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搭電梯的人 並沒有真的那麼多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刷卡 所以我就是卡在那個電梯裡面 跟著那個電梯上去就下來 上去就下來 大概待了兩三個人之後 才終於有人按了我想像的樓層 我覺得我那時候看起來 應該是超級無敵可疑的一個人 我之後是有借到臨時門禁卡 然後去度 平安的度過那一整天 然後後來我有把那個工作證找回來 是丟在學校裡面 然後有人幫我剪刀書找零書了 所以我的卡片現在就是有一個 3月18然後一個剪這樣 就是東西真的不能亂丟 哈囉大家好我是Amber 我要來分享一件 我在Tiffany印象最深刻的事 就是報到第一天報到的時候 大家不是都會 都有拿到一台公司發的電腦嗎 然後那時候我拿到的電腦是一台Mac 然後其他大部分人都是 就是一般Windows的電腦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是Mac的電腦 然後但後來用一用發現其實 那台電腦裡面灌的是Windows的系統 然後像Mac的很多快捷鍵或是觸控板 其實都沒有很好用 然後Windows 但它鍵盤的位置又跟Windows不一樣 所以其實 其實那個我適應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發現它其實 Mac的好處也沒有 然後Windows的好處也沒有 就其實 用一般的Windows電腦就可以了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拿到一台Mac的電腦 每個人看到都問我說 欸這是你的電腦嗎 還是公司發給你 Hey guys 大家好我是Ricky 我今天要來講我在Dinfany發生的一件有趣的事 然後就是我在測這個Listening Room的那個環繞的效果 所以我就要用這個瓦刃子啊 硬直板 然後旁邊的這個擴散板遮住 然後希望可以透過牆壁翻射 然後BLABLABLA讓這個房間聽起來有環繞的效果 所以呢 我們就借來了一個人工頭 它不只有頭 它還有BODY 對 它看起來很可怕對不對 我那時候也是這樣覺得 所以呢 我就把它搬過來之後呢 我把它頭轉向對著門口的地方 然後我想說 嗯 等一下進來的人應該會嚇到我啊 讚 然後呢 因為 殊不知我放完之後我去忙了 然後我就出去這種忙一忙 打電腦進來的時候 我一進來我看到那個頭巾 啊啊啊啊啊 可怕對不對 很可怕對不對 我一進來看到這我這把自己嚇爛 我這把自己嚇爛 謝謝你 謝謝你Kima 謝謝 然後這就是嚇到自己的故事 谢谢大家